英雄联盟史上曾经有一个极其诡异的英雄 明明面板伤害低的离谱 但却能打出全联盟最高的爆发 这一诡异的现象至今无人能解释 他就是曾经的老板脚跃 脚跃的重作 看似只是将E技能和大杖定性的交换 但无论是基础伤害还是AP加成 和上线初期相比都是天差地别 老板脚跃被动与现在基本一致 而科技能当初可以造成260加0.8AP加成的伤害 W技能的三颗法球 每颗都可以造成80加0.2AP加成的伤害 如果吃满三颗法球 伤害也是非常可观的 E技能当初就只是一个控制技能 并没有伤害 而大招可以造成220加0.6AP加成的伤害 在被Q技能月光标记的情况下 可以瞬间打出两段大招 也就是4004加1.2AP加成的伤害 这个伤害就有点恐怖了 老板脚跃的基础伤害和法术加成 在现在看来还不错 但在那个刺客和法师伤害基本都溢出的年代 这个面板着实是有点低了 但不可思议的是 这样的面板却能打出让设计师都看不懂的伤害 WQR一秒融化 在那时基本都是常态 由于秒人速度过快 导致一部分玩家认为他是秒人最快的英雄 那么有人能解释 为什么老板脚跃的伤害 如此恐怖呢